What's up guys, it's Cam here,大家好,我是凯文 前段时间呢,我做了一个视频 是让大陆的网友跟台湾的网友交流的一个视频 然后那个视频呢,收到了两万多条评论 两万多条评论, that's crazy 那上面就有很多台湾的网友呢 问了很多关于大陆的问题 然后看过这些问题之后呢 我就发现台湾朋友们了解的大陆 跟真实的大陆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今天做一个大陆的YouTuber呢 我要来好好回答一下台湾网友们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有一个台湾网友说 内地翻墙是犯法 那有人因为翻墙被抓吗 另外为什么Kevin还在当YouTuber 不怕被抓吗 OK,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大陆的确有对VPN进行一些限制 比如说你在大陆要进行VPN销售或者宣传的话 这个是不允许的 同时如果你翻墙之后进行一些分裂国家的活动 或者反动的一些活动 那可能也会被请去喝茶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 你翻墙看一些YouTube视频 看Facebook 看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不违法的 同时你做YouTuber也是不违法的 那希望我讲完之后呢 台湾的朋友了更深的了解 而不是去听信一些谣言说在大陆翻墙会被抓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这个台湾网友问 你们以前一胎化 一对夫妻养四个老人 薪水真的够吗 我想说的是 不单单是四个老人好吗 还有一个小孩 所以是要养五个人 这个问题当然要因人而异 因为有一些人的薪水很高 有一些人的薪水很低对不对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你想想一对夫妻要养五个人 而且这个危机才刚刚开始 一胎化造成的影响的话 会在2050年才会达到高峰 那时候大陆的老龄化会非常非常严重 然后劳动力也会非常少 那一小批的劳动力 却要养那么一大批的老龄人 所以到时候的经济压力应该会很大 虽然现在政府鼓励生二胎 但是因为房价很高 加上小孩教育非常贵 所以很少有人想要生第二胎 所以这位网友提到的一胎化 对普通家庭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那对整个中国大陆来讲 它的挑战跟危机也会越来越明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这个网友说 想问个问题 你们在听我们台湾人讲话时 会显得吃力吗 我们一般说话都不像大陆那样自证腔圆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答案是一点都不吃力 听着非常亲切 原因是我们从小就看很多台湾的一些节目 一些电视剧 一些电影 一些歌曲等等 再加上其实两地的中文 他们的精髓 其实大致还是一致的 所以听上去不但不吃力 甚至还是觉得有一点亲切跟轻松的 OK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问题 这个朋友问 有哪些在大陆比较有名的台湾YouTuber吗 其实大部分台湾的YouTubers在大陆都不是很有名 除了一个人就是古阿末 然后之前还有一段时间 因为中国游戏很红 然后反古男孩他们做了很多搞笑的视频 所以他们在大陆也算红 那至于在台湾很红的YouTubers 比如说阿滴英文 黄大千 或者说刘沛 等等 他们反而没有打入大陆的市场 我觉得 如果你们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在大陆最红的应该是古阿末 跟反古男孩 OK我们来看一下第六个问题 这个台湾朋友问 请问如果在大陆用繁体字留言 会不会被骂 如果在那个网上 他们知道你是台湾人或者香港人 你用繁体字留言 他们是不会骂你的 会被骂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你是大陆人 然后用繁体字 在那边装香港人或台湾人 会有人骂你 这个是会有人骂的 但同时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是 很多广东地区的朋友 他们也习惯了用繁体字 所以反而是他们比较容易 因为这个误会 被其他的大陆人骂 反而香港人或者台湾人 在大陆用繁体字留言 大家还是会尊重你的 因为他们知道 你们习惯了用繁体字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误解的产生是 大部分人对广东那边的朋友 打字习惯的不了解而造成的 OK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个问题 这位朋友问 想请问讲北京话的朋友 遇到讲山东话或者各类方言的朋友 应该怎么对话 还有卷舌音是真的卷舌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 其实山东话跟普通话是比较像的 北京话跟普通话也很像 所以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即使你用方言来沟通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在南方的话 如果你用方言根本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在南方你只能说普通话 下巴个问题是 卷舌音真的卷舌吗 真的卷舌 但是我作为一个南方人 我的卷舌音不太地道 我就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 比如说北方人说好玩 他们会说好玩 好玩 这里的台湾朋友要注意一下 他不是好玩儿 你不能把它分开 因为之前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喜欢把它分开读 所以听上去会不是很地道 所以你要连起来 好玩儿 玩儿 连起来了 而且北方人习惯把W发成V 好玩儿 他们不会说好玩儿 那标准的普通话是好玩儿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个问题 这个台湾朋友说 我想问一下最推荐去大陆哪边旅行 大家都知道在台湾比较有名的城市有 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 成都 苏州 杭州等等等等 这些大城市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过那些地方 我并不觉得你有多厉害多了不起 因为这些城市都很容易到很有名啊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里给台湾的朋友们推荐一些比较少在台湾有人知道的地方 但同时又很漂亮又很难去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在四川的西部就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地方 比如说牛背山 道成亚丁 四姑娘山等等等等 或者你可以去北方去黑龙江体验一下雪香 因为在台湾常年不下雪嘛 如果你去北方零下二十几度三十几度玩雪 也是非常好的经历嘛对不对 所以我推荐的话 我不会推荐很多台湾人都去过的地方 比如说上海 北京 广州 深圳等等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系列我应该还会做下去 所以大家对大陆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在下面给我留言 然后我下期会再抽一些问题进行一些回答 也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还有订阅旁边那个小铃铛 这样我每次更新的话 你们就可以收到消息了 当然也不要忘了转发和分享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